台北市爱国东路中午11点半 有轿车疑似超车不顺 插撞到停等红灯的车辆 然后整台车失控冲上人行道 一位邮差被撞到全身擦挫伤 而警方到场后发现 肇事驾驶除了是毒虫之外 车内还有78包毒咖啡包 是否涉及毒驾还要再理清 邮差准备送件 才刚经过歼17镜头没多久 后方一辆白色冰石车 却突然高速撞起过去 花浦瞬间被撞得面目全非 砖墙石块碎裂也被扫到人行道上 车祸现场兵士车的零件四散 树干也被削了一层皮 但好在有它的保护 车辆才没有重进电压 酿成严重伤亡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 就一盆发财数被他撞掉 然后那个布被撞掉 然后就一台救护车 放一身就已经在那里 年轻人 车祸发生在北市爱国东路 26号中午11点28分 肇事的诚信驾驶硬钻车缝 想超车 结果却擦撞到了停等红灯的车辆 车子更冲上人行道 擦撞到一名邮差 邮差命大只有手脚擦错伤 而警方到场后发现 车上有两名男子都是毒品人口 车内还有78包的毒品咖啡包 尽管没有酒驾 但也没有涉及毒驾 警方要进一步厘清 令警方于现场白色轿车上 查扣70余包毒品咖啡包 全案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并向上溯源 驾车技术不佳 硬是超车 结果发生了车祸 连累邮差 车内还被搜出毒品 最佳一等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